探索两岸融合发展之路,厦门再买新步伐,采用工艺加商业,大陆青年加台湾青年运营模式的两岸青年新家园,5月25日在厦门市民区开园。 当天,100多名台商台包及台湾青年齐聚厦门龙山文创源,见证两岸青年新家园的亮相。 据介绍,该平台规划建设7000平方米,包含厦门市民区涉台综合服务总部,两岸青年百将馆以及两岸共同记忆馆三个部分。 不管你是要来创业就业实习,申请政策,或者是各方面都可以来这边得到一个咨询。 那第二个呢,我们还有两个馆,一个叫做两岸青年百将馆,然后还有一个两岸共同记忆馆。 那百将馆的目的呢,就是希望说能吸引更多台湾的两岸的文将,文人跟匠人,然后来到这边发展。 那更重要的呢,我们希望说,我们知道其实大陆在不管是推广事宜,然后在推广文化传承,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新匠人计划,来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学习匠人精神。 走进新家园,特色产品铃铛满目,两岸青年交流热络,其中一个名为大化系友卡通珠子的产品也能关注。 作为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,来自台北的刘信英告诉记者, 这些产品以宋代理学家朱熙为原型,由两岸青年携手打造卡通珠子形象的相关产品, 期盼以文化品牌的力量,助推附建南平的乡村振兴。 我们是以文化赋能来做乡村振兴,具体来讲就是我们选择了珠子这个两岸IP, 来为我们的乡村代言,为我们的产品来带货。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红花山茶油,它有一个故事叫做圣子茶油朱子晴。 那圣子他是朱子的朋友,圣子茶油朱子晴的意思就是说, 朱子去探访他这个朋友的时候,就带着这个武夷山的这个特产山茶油来作为伴手礼。 两岸青年新家园以科技创新,费仪手作和乡村振兴为三大方向, 隐聚创业项目,同时还开设了两岸人才会客厅平台, 及项目入演、政策咨询和培训沙龙等于议题, 聘请各行业领域知名导师,常态化开展职场提升讲座。 我们在这里以人才服务人才, 那么不仅让大家有一个取具社会用具社会的服务地方,一个平台, 我们也让许多想要学习成长正能量的一些两岸青年, 可以在这里收获职场上的竞争力, 同时结交到非常多的好朋友, 让他更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失线, 我们要以人才服务人才,以人才留住人才的最终目的。 据悉,作为厦门市中心城区, 市民区辖内现有常驻台湾居民近万人, 自2016年出台落实台湾青年实习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办法以来, 市民区资金累计发放, 扶持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, 受惠台湾青年达3000多人次。